各种众生都一起归伤宝 一起受戒 请过念 我海涛 当愿父母祖先冤行在主 六道众生一切有情 同法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一日一夜 乃至七日七夜 乃至神变月期间 乃至肺炎疫情期间 个人随缘 为进行优婆社 你送点优婆仪 观想 敌礼 小野障 恢复情境 第二边 我善果 持法 当愿父母众生 发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一日一夜 或 受戒期间 为 进行优婆仪 观想 头顶有光明戒体 复照的大家 第三边 我海涛 当愿父母众生 当愿父母众生 发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为 进行 优婆仪 特别重要 观想我们跟众生得到戒体 光明满身 因为我身边的所有的各类的动物都比活的一样都得到戒体 要再观想 结果要观想动物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所有人类都得到戒体 天神阿修罗道都得到戒体 连罗汉 独绝圣者都发起菩提心 得到菩提心的戒体 不断了 观想 恢复戒体就像 就像一尊佛菩萨一样 全身发亮 金刚 身口衣 个个都如此 所以各位看佛像很重要 自己变成佛像 身口衣 行佛菩萨的功德事业 所有众生界平衡都可以 第二 正结归体 就是对三宝不要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 那就 没有三归一界 也没有三归一界 所有的界的功德都不见了 所以各位有 我认为一个佛弟子 不婚在家出家 你在处理 面对任何快乐或痛苦困难的时候 不能够离开佛法的思维语言行为 永远 再什么痛苦 还在归佛 归法 归身 就像你痛了要死 哎哟 我身体好痛啊 但是我的内心 更念佛 痛是可以讲出你的感觉 但是你的心里一直求佛 相信佛 而且你的心里要想 那我之所以痛苦 因为我没有思维空性 求佛教授 让我透过痛苦而找到空性 什么叫痛苦 痛苦就是你的感觉 空性就是超越 因为根本没有我的痛苦 这个痛苦只是一个感觉 一个无常无我的 那你没有痛苦你怎么找到空性 所以越痛苦越了解自己的无眠烦恼 越需要空性 然后越痛苦越需要慈悲 我痛苦才知道众神痛苦 我从小小的痛就受不了了 何况那些猪啊牛啊被杀 被扒皮在那边流血 那更痛苦 自己也升起忏愧心 马上对所有众神升起悲心 所以痛苦是觉悟的助缘 痛苦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上来三规 大家所有众生正式接纳的戒体 现在更加三杰 得戒法圆满 为之三番结膜 结膜就是一种思维 一种决定 一种信心 如水我到 跟着我念 我海涛 当愿父母众生同法菩提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一日一夜 或七日七夜 按照妖色经 或神变月 佛陀神变月 或疫情 会员疫情期间 还是大家随人 为进行忧婆色经 第二边 归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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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法境 归生境 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为进行忧婆 为进行忧婆移境 我海涛 当愿父母众生 同法菩提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一日一夜 或受戒期间 为进行忧婆移境 那各位 就像我现在 面对摄影机 咕咕咕咕咕咕咕 讲那么久 这是一种观想 也是一种信心 各位这个叫禅修 禅修是你自己面对墙壁 但是你的思想却圆满丰富 相信 你在观想阿弥陀佛 你在观想如何救度生病的人 你在观想如何救度鬼道 你在观想你现在在净土 你在观想 这个人跟你吵架 你现在如何跟他和好 如何感化他 这个要学会心灵的意见 而且你想什么就录那个境界 就像你眼睛闭起来 在想鬼 你会怕 在想酸眉 你嘴巴会流口水 你要练习到这样 所以你在观想 那个经典的情境 意境 你要融入那个境界 如果你有这个心灵的力量 你就不会被外在的环境 一直控制 随着感觉者会痛苦 我已经为各位 来并宣三归一 就佛菩萨的加持 大家得到戒体 所以各位已经得到了八观灾戒 乃至想要求受戒的戒体 再为各位宣说 八观灾戒的名字跟行为相貌 比如说不杀身 那叫我们如何不杀身 让各位了解戒的形象 以保护内在的光明戒体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各位要普遍圆所有法界 这个法界超过地球世界的百千万亿倍算不完 要骗圆所有法界 一切友情 包括一只小蚂蚁 包括一个 一个 最高的天神 身为言诀 一切友情 飞禽境界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一杀一死 我们要对友情跟这个无情 都发起无上菩提心 要这个动机 什么叫无上菩提心 所有友情的生死是你的责任 让所有友情成佛 是你的愿力 承担 而且是你单独的去做 因为 友情众生接我父母 所以要知母恩 念母恩 报母恩 要起悦意词 让所有友情欢喜 得快乐 让所有友情离苦其悲心 而起了一个真善 我愿意孤独单独的承担 所有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 使命感 而发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最后要对整个世界 你把你一个破房子都改造成新的 花了几百万 听听看看 翘和老半天 所以 我这两天 介绍在台北 康儿他们在轻轻轻轻轻轻 到现在还没敲完 早上九点准时敲还不错 所以 就像这个要拆掉一样 这个人也很奇怪 要我 我花不了这个钱 我随便住一下 在任何地方一样 但是人 当然为了 让他漂亮一点 他可以花几百万 我在想说几百万 我就可以去租一个好的房子 我可以住好几年 人家都装房好了 但是个人想法不一样 因为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福报 因缘吧 但是各位 你的意思是说 想把不好的都变成好 不快乐都变成快乐 这样发起无上菩提心 受这个戒 这个叫菩萨戒来受戒 所以以这种无上菩提心 来受此每一条戒 都要虔诚并受 各称法名 各位现在和长 我问后面这八条 都要受 而且我们是引力他的 为了废人 供养佛陀 为了所有众生 你不要想为自己 因为不为自己 反而自己得到 这个叫空性 我布施一百块 纯粹为了众生有钱 反而你等于布施一亿一样 你的福报 这个 这个因缘果报不可失忆 就像做坏事 做坏事就是不相信有坏报 他才敢做 但问题是他坏事做了 他现在得癌症了 他现在得障碍 这也是毕竟的回报 跑不掉 所以后面这几条 带着所有众生 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受戒 乃至得到八观灾戒的功德了 各称法名 第一 不杀身戒 各位一日一夜 乃至受戒期间 那做个菩萨是敬畏来敬 不但自己也当愿众生 都不杀身 没有动物被杀 没有众生被杀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不杀身 仁慈佛 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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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不偷盗戒 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 不偷盗 仁慈佛 仁慈 仁慈 把握心态 菩提心是部分在家出家人的心态 没人欲望 可能行为上你跟你先生太太在一起 但是你站在菩萨的立场 这是肚烫的方便 这样才不会格格不露 但是在行为上 如果你能够睡在十秒 像出家人一样 那更圆满 但是绝对不是断驴 是一种心态上的超越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不淫欲 仁慈佛 仁慈 第四 不忘于见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所以 不要欺骗别人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不忘于 仁慈佛 仁慈 第五 不饮酒劲 包括 抽烟 吸毒 包括不要吃葱 蒜 韭菜 这些会引起魔鬼 也会有内心的起心动念 贪嗔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不饮酒 仁慈佛 仁慈佛 仁慈 再来 第六 以花香阴落香油徒生戒 站在解脱道 各位不要化妆 不要擦指甲油 等等等等 但是不要穿皮的东西 站在菩萨道特别忌讳 你穿动物皮帽的东西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我心里面是燕衣的 我不喜欢化妆 我不喜欢穿的这么好看 要男人穿的西装去上班 这是礼貌啊 你说不如我八分再见 我穿个居士服裙 你会被赶回来 你干脆不要去上班 但是你又必须上班 但是你心态知道 就像你叫我做皇帝 我才不做了 你叫我做有钱人 我才不要了 但是为了众生 我只好去做皇帝 为了众生 我只好做个有钱人 来帮助穷人 这个才是伟大 心里自己不要 但是行为上 我们帮助众生 所以在念变 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期间 以花香阴落香油屠生 能持佛 能持 第七 离高盛床上坐 就是不要睡卧夫妻高管大床 现在天气还好 你也可以睡睡单人床 睡睡佛堂 甚至我们台湾人很好玩 睡在佛桌下面 说神会跟他讲话 人家这也是个修行 不要笑人家 人家每个人用每个人修行的方法 至少他追求真理 当然真理有世间的真理 跟究竟的真理 但是必须从世间慢慢走入究竟 必须从上法才走入佛法 所以第七 离高盛床上转集坐舱忌乐部 关听唱歌跳舞 故意去看 故意去跳 故意去玩 当然我们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但是你在家里受包吻 再见 你儿子玩电脑玩具 你先生看摔跤 这很正常 你不要叫他关掉 除非你修到别人都尊敬 你有那个威德力 令当别人 一般我们是 这个声音都转化为佛号 他在看了打架 都变成在跳金刚舞 随便你观想 但是你内心 没有这个欲望 只有悲心 那就对了 但是你不要 一般